京九铁路是国内贯穿南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 春运期间,由于行车密度加大 近日,在京九下行新干制辖江区间 一钢轨轨头汗凤处被检测出有9毫米深的裂纹 并随时可能会转为重伤标准 如不及时更换,后果不堪设想 发现问题的当天晚上11点多 管辖段申请了两个小时的临时封锁区段 南铁赣州公武段新干线路车间主任陈刚和同事们 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赶到了23公里外的病害纲轨点 为确保春运安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临时封锁区段的指定时间内 迅速对病害纲轨进行更换和焊接 京九县市无缝线路,要更换双轨,必须先将其拆除 然后再插入短轨焊接 换轨作业的时间规定在凌晨零时时分至二时时分 随着最后一趟列车从眼前经过 作业正式开始 所有人都争分夺秒冲了出去 按照预先的施工计划分工作业 切割机轰鸣声不断,火星四射 隐患商轨被拒断 工人们迅速拧锣杆,去弹条,卸扣键,翻旧轨,拨新轨 整个过程动作一气呵成,娴熟而富有节奏 病轨换下后,工人们反复又对准备的新轨 在复合长度确认无误后,最终将其搬上铁轨等待焊接 虽然整个作业都在抢时间 但不意味着可以粗心答应 记者在现场看到,负责焊帘的罗辉 小心翼翼地将纱模装在预留的接口上 并用铝热焊纱紧密填充 待接缝处被安装上一个纱锅后 它将焊枪封入沙姆内,连续燃烧4分30秒后 高温铁水被缓缓填充到街头焊凤处 轨温瞬间达到了3000度以上 一时间铁蟹四件,浓烟滚滚 虽然焊接工人们手里拿的是重型机具 玩的是几十吨的重量级钢轨 但每个细节都像在百米竞赛 用绣花般的技艺再强效率和质量 焊量完成后,大家迅速开始又进行拆模 推流、打磨等工序 为了不影响旅客的舒适度和行车安全 工人们十分毫必争 整个钢轨的对接 误差不超过0.1毫米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 而且这不是 难是难在哪里 难是难在铺子做一次 是每一个汉头 我们都要达到这样的标准 凌晨两点,随着天窗点临近 整个汉轨作业全部结束 作业人员纷纷摘下护目镜、口罩和手套 这时他们的鼻孔里全是黑灰 然而,当一辆又一辆列车平稳地从铁道上驶过 他们觉得所付出的一切都值了